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真言十四章十六节 所罗门说 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 欲望人却狂傲自恃 十五章二四节又说 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 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 生命这路引领聪明人向上 一人必在其中行走 但恶人 却因自己无知 因自己的恶跌倒 主必不丢弃他所拣选的人 必为自己的民引导他们走异路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爱的诚挚 我们思想 爱的诚挚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 耶利米书三十章三到十一节 耶利米书三十章三到十一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爱拯救我 平安便安我与你 仙地最深爱意 欣然五点日一生 再无望能兴起 心兴海洋大处在 天火绝望不咎 从海中将我举及 梦中振救 我尽全心奉献处 永远归处之陪 我和这位套主恩 万代歌唱赞美 爱力和大切和阵 激发我临颂养 忠心奉以爱救助 乃不该等 爱拯救我 爱拯救我 当我别发个酒 爱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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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别发个酒 爱拯救我 为仙中这朝上看 耶稣还圈根殿 主要以爱拯救你 脱离波涛危险 那浪远时天主命 那时海洋主线 那时海洋主线 那时你永远救助 救你 现在 爱拯救我 爱拯救我 当我别发个酒 爱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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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别发个酒 爱拯救我 一令一书 第三十章 三到十一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使我的百姓 以色列和犹大 被掳的人归回 我也要使他们回到 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 他们就得这地为业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下是耶和华 轮到以色列和犹大 所说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听见声音 是战斗惧怕 而不平安的声音 你们且访问看看 男人有产难吗 我怎么看见 人人用手掐腰 像产难的妇人 脸面都变轻了呢 哀哉 那日伟大 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 万君之耶和华说 到那日 我必从你景象上 折断仇敌的恶 扭开他的绳索 外邦人不得再使你 做他们的奴仆 你们却要侍奉 耶和华你们的神 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 故此 耶和华说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不要惊慌 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被掳到之地 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 无人使他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也要将所改善你到的那些国 灭绝尽尽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 倒要从宽承治你 万不能不乏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耶利米书三十章三到十一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一节 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一节 经文说道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也要将所改善你 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 倒要从宽承治你 万不能不乏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一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经句 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一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也要将所改善你到的那些国 灭绝尽尽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 倒要从宽承治你 万不能不乏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一节 继续请听 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爱的诚振 这是主向他的百姓 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 神总是以这样一种态度 来对待他的百姓 来对待他的每一个儿女 父亲不管教的儿女 会是怎样的儿女呢 你需要管教 主万不能不罚你 管教是对你有益的 管教呢是出于爱 神管教你 并非恨你 相反的 是因为他爱你 因此 他要从宽承治你 管教可能很严厉 但他是有限度的 神不会将你灭绝尽尽 他不会将你灭亡 当你顺服在他手下 等他完成了 他在你身上管教的目的 你将重新看见 他的笑容 那时 你将在他的恩宠中欢心 现在管教你的那一位 他也要安慰你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 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 就是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 爱的诚挚 这个题目 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今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包括管教 神知道我们的一切 真言十五章十一节 所罗曼说 因坚和灭亡 尚在耶和华眼前 何况世人的心呢 神知道所有教人违背律法 偏离他心意的事 都极具有诱惑性 试探能把一个人的真相显露出来 当我们顺从罪的引诱 容让试探进入我们心里 圣灵就为我们担忧 神知道若不及时纠正我们 我们将落入悲伞的光景 因此 凡他所爱的 他必管教 一个做父亲的 要怎样对待他任性的儿女呢 不管他们吗 以为姑息吗 断乎不可 需要管教 所罗曼说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 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西本书作者说 生生的父 都是战随己义 照自己的意思 管教我们 而且 只有短暂的日子 但神是我们的天父 他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 管教是绝不可少的 若是神不管我们 任凭我们 我们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 继续过着自以为意的生活 这样的光景好比一块未经修剪的草皮 就是一堆杂草 很难看 但经过修剪以后 就能保持像天鹅绒般的美丽 经过管教 我们领受了责备 就得着见识 知道怎样可以使自己更加完美 日本职棒全力打王 王真志 在打击区挥棒的时候 有一个缺点 就是当投手做出投球的动作的时候 他会下意识地把手中紧握的球棒 后送 这导致他的重心 也更是稍微后移 等到投手把球投过来 他有挥棒的时候 就往往因为重心要往前 慢了板拍 而挥棒落空 后来 他遇到一位很好的教练 名叫荒川博 看出了他的毛病 就建议他 把前脚抬起来 用后脚支撑 这样球棒就不会再后送 因为一后送 脚就会站不稳 而等对方投手的球一投出 脚就落地 并请全力挥棒 王真志 接受荒川博的指导 修正了球棒后送的问题之后 就频频集出全力打 1977年 他打出第756支全力打 超越美国全力打王汉克阿伦 所保持的755支 到了退休的时候 他保有868支全力打的世界纪录 至今无人能超越 就因为他及时修正了那个动作 19世纪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说 只有那些小的控制他们的缺点 而不让这些缺点控制他们的人 才是强者 我们容易活在任性里 我行我素 被自己的缺点控制 而不自知 神是万灵的父 他知道一切 他的管教不会有任何偏差 当然 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而觉得愁苦 但这却是明智和必要的 神按照心中的纯正 依照我们应得的管教 承治我们 不让我们全然免罚 神管教他的儿女 可能很严厉 但都是留有余地的 乃是从宽承治 请留意 刑罚是神公义的彰显 而管教 目的是为了要纠正 而不是要施行公义 管教不是责罚 而是为了使我们免去 以后的责罚 你说主啊 为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 主说 因为我要把你带回 我的义路上 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 神说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心在你身上 劝诫你 神不但把我们 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 并且 他用某种强制的力量 在我们松散的生活里 施加压力 使我们懂得约束自己的心 不再放任自我 管教把我们带回 属灵的纪律里 免得我们成了 失了胃的炎 活在不冷不热的光景中 因为神管教的手 乃是慈爱的手 对我们的诚挚 是有限度的 所以神启示说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 就像保罗被鞭打的时候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为什么减去一下呢 因为律法定规 人若该受责打 只可打他四十下 不可过数 若过数 便是倾茧他 让他受辱了 可以猜看 《生命纪》二十五章 第三节 所以犹太人鞭打的时候 为了避免过数 会刻意减去一下 当神干涉我们的生命 借由管教 诚挚 来矫正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不可藐视轻看 也不可回心 那要敬畏顺从 要带着盼望和感恩的心 坦然接受 不要埋怨 也不要自怜 倒要应着管教背后 神的爱 和后来要成就的美事 感谢赞美神 并且存心顺服 神向我们所怀的 始终是赐平安的意念 祂管教我们 是给我们的爱的提醒 使我们能够过 尽情的生活 在祂的圣洁上有份 最终得着 属灵的益处 葛培里牧师说 神管教我们 不是要制服我们 乃是要我们 能适应一种 能发挥功用 和蒙福的生活 神不要我们 误入歧途 在错误中 越陷越深 因为祂爱我们 所以才这么做 我们说 爱之深 择之切 唐崇龙牧师说 哪里有真正的爱 哪里就有痛苦 神的心忧伤 因为祂爱我们 管教师神 用一种 高层次的方式 表达出来的爱 为了使我们 察觉自己的罪 以及意识到 我们需要神的赦罪 大卫的身上 有很多优点 但他也曾犯过大罪 有过重大过失 赫人乌利亚的那件事 是大卫生命中 最大的污点 神炎炎地管教大卫 大卫知道他得罪神了 他的心忧伤痛悔 在诗篇里 在诗篇里留下许多 悔罪诗 他知道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神就着管教 把大卫恢复过来 更新他 教导他 使用他把神的道 指教有过犯的人 使罪人回转归向神 所以 要看管教 是神对我们生命的建造 经过管教之后 我们向神献上 公义的祭和凡祭 重新走回 公义的路上 并且再一次 把自己全然献给神 使人说 我为受苦以先 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经过特别的训练 我们知道 该如何面对 人间各种试探和挑战 也更懂得 如何遵循神的旨意 所罗门说 喜爱管教的 就是喜爱知识 恨恶责备的 却是愚望人 又说 愚望人藐视 父亲的管教 领受责备的 得着见识 诗篇94篇 12到13节 诗人说 耶和华啊 你所管教 用律法 所教训的人 是有福的 你是他在 遭难日子 得享平安 我有恶人 陷在所挖的坑中 感谢神 没有任凭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 是他所收纳的儿女 他管教我们 他深爱我们 在意我们成为 怎样的人 今日的管教 无非是为了 日后的祝福 铺路 想想看 我们身上的父母 管教我们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 我们的福祉 跟将来吗 因为他关心 看重 所以才会管教 而神管教我们 正因为我们是 他所爱的儿女 他已经预先定下 我们效法 他儿子的模样 也因为他在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特别的计划 他要使用我们 真言二十五章第四节 所罗门说 除去银子的渣子 就有银子出来 银酱能以做器皿 银子的渣子 若不除去 银酱就不能做器皿 神要用我们 也必须先炼净我们 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 真言十七章第十节 所罗门说 一句责备话 深入聪明人的心 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 一个喜爱知识的人 愿意被要求 一句责备的话 对他来说 就能发挥很大的效用 而与这相对 不愿意受教的愚昧人 责打他一百下 也没有用 如同朽木 因为不可雕 只能认其朽坏 任凭他继续无知 今天神如果对我们 不闻不问 我们犯了错 他也不管教我们 那我们就真的 该感到恐惧了 因为神不会把时间浪费 在徒劳无功的事情上 但感谢神 他管教我们 是因为他对我们 有着坚毅无比的爱 他知道经过管教以后 我们对他的感觉 我们对他的辨认和专注 会变得更加敏锐 与之我们最关注的 就是跟神的关系 而不再是被人间的事物 所迷惑 所以要接受神 从宽惩治中的 不愉快和痛苦 思想自己所行的道 掉转脚步 归向神的法度 快快遵守神的命令 不再耻言 凡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我们里面的人心会说 哦主啊为什么 但因着对神的信心 我们会说 主啊 我信靠你 你是我受苦 是以诚实待我 你要是我脱离罪孽 给我穿上华美的衣服 就是耶稣的一袍 愿你的旨意 行在我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主的话语 领我们天天向上 说明远离在下的阴间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我岂可在冷淡退后 我岂可在冷淡退后 是神圣灵终日担忧 救助也在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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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愿意 转生回头 不再留恋 不再逗留 就此跟主而走 就此跟主而走 我竟将我所事所有 完全奉献义无保留 从今至到永久 从今至到永久 为愿恩主也拿保守 是若今后无望无求 为愿神剧成就 为愿神剧成就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从世而生后 待我愿生 知己爱佑 但我不如死狗 但我不如死狗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感谢你 总是记着 你已经教导我们的 在我们生命中 已经建立的基础上 给我们更多的教导 你在万事中间行作 叫爱你的人得着益处 你需和我们经历 看似悲剧的管教 却使我们比过去更坚强 并且我们发现 能力的来源 使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 对救恩有更深刻的体会 你需和我们流泪 为了使我们能医着 你的一死忧愁 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你从来不轻忽 我们所犯的罪 你将我们的罪孽 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 摆在你面光之中 但你的慈爱 却永不止息 你本为善 所行的也善 你是独一全知的神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们的心深深知道的 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 叫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你 甘心顺服你 一生走在 你为我们所良定的 蒙福的路上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跟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中文字幕志愿 是孙大中 祂是我的灵俗心 引导我走一路 神幸福 阿们 胀中 神区 之不 不怕遭寒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心